观众们晚安 欢迎收看非凡全球报道 我是叶子娟 今天的新闻头条来关心 台湾的邦交国再少一国 从清朝时期就开始建交的 中美中友邦巴拿马 总统瓦雷拉在今年早上 透过电视演说 宣布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 也等于宣布断绝 和台湾长达106年的友邦关系 先来听听看瓦雷拉的说法 华雷拉表示 中国大陆代表全世界20%的人口 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决定和中国建交 对巴拿马而言是正确的道路 而外媒路透社分析 中美洲原来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紧密 而巴拿马更是中华民国 最远久远的友邦国之一 而路透现在认为 巴拿马的这项举动 代表中国大陆在中美中的外交胜利 我国友邦巴拿马与中国大陆建交 现在外传大陆是准备 金元八国83亿美元 而这也是蔡政府上任一年多以来 第二个邦交国与台湾断交 被点名失职状况外的 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 我方一直都有掌握情资 是对方欺瞒到最后一刻 总统蔡英文回应 我方拒绝以金钱进逐的外交态度 不会改变 主权不容挑战 而现在扣除了巴拿马 台湾目前还剩下20个邦交国 集中在中南美洲 表情严肃 语气坚定 中巴宣布建交后六个半小时 总统蔡英文出面回应 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蒙班 但是我们拒绝以金钱进逐 外交的态度不会改变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也不会改变 我可以在这里代表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说我们绝不会在威胁下 妥协账簿 此时此刻 一致对外 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宣布一致对外不会让步 因为外传路方为了挖台湾墙将 准备金钱八国83亿美元 让八国保密到家 到最后一刻才由总统瓦雷拉 突然开记者会宣布 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第二大使用国 对八国而言 中国才是正确选择 让台湾相当错愕 外界点名 外交部失职 没掌握 公开的场合上面 没有任何的这个转向的 这个迹象 当然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 这个资料的来源 我们也感觉到 这中间有所这个变化 但外交部澄清 两星期前早掌握勤资 不过对方的确是宣布 断交前四十分钟 才告知我方大使馆 根据了解 十二号清晨四点 府方国安会与外交部 接获资讯后便紧急应变 由外交部长李大为 六点钟进外部开会 并在八点入府向总统报告 由府方召开重大会议 但面临先后两个邦交国 在自己任内断交 创下二十个邦交国数 史上最低 外交部长个人去留 再成话题 总统完全知道我的这个想法 介绍黄产的五祥三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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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